张宇 走 张宇 走 莫莉 你看啊 阿姨告诉你啊 你在打球和接球的时候 这个胳膊呢要伸出去 手臂要伸直了 莫莉 来 阿姨教 阿姨 您是不是很会打往前面 莫莉 是不是累了呀 来 咱们喝点水啊 休息一下 给 谢谢 我不渴 小宇 过来休息一下吧 来吧 来 吃 怎么样 你们出去外面练呢 那阿姨学得怎么样 我想回家 什么 我想回家 回 那看来你们出去班不好玩啊 一点也不好玩 不是 这 这 没事宝贝 没事宝贝 这么着 咱不分班了 好吗 什么高级出去的 咱 咱一块儿玩 咱们打双打好吗 好呀 好呀 我要和展龙叔一组 小宇干吗呢 快下来 小宇 你看你 咱俩要一组 人家还真成捡球的了 谁跟初级班的一组 那好吧 我跟妈妈一组 您跟莫莉一组 那我一样赢你 这大话都说得出来 比一比吧 谁怕谁啊 走 来 看爸总赢他们啊 来来来 乖乖听话啊 乖 行啊 乖乖 加油 乖乖 行啊 发远 没事 还是爸爸给你发啊 爸爸教训吧 没事 没事吧 怎么样 妈来 爸给你报仇了吧 小宇 小宇 你听妈妈说啊 你把球啊 发给莫莉 知道吗 好嘞 你先接 你接不着爸爸都给你接 没人接啊 来 你爸 莫莉 准备好 来了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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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哪儿呢 我现在就过来 没签字呢 你干吗 合同我已经帮你写好了 如果今天你不签这三十年合同 你别想走 我没时间陪你玩 我有急事啊 我这也是急事 我不签你不让我走是吗 你不是说他废话吗 我韩湘东什么人啊 我说一不二 说二不三 不三不四 十恶无恕的一个人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行 我可以签 但我有个条件 讨论 送我去个地方 赶紧 我去找你 我女儿怎么样了 脑部CT显示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孩子现在还没醒 那行 那我去看一下 别着急 孩子已经被我们转入病房了 等会儿直接去病房看吧 行 因为孩子现在还没醒 我建议呢 还是留眼观察一晚再说吧 行行 那我现在就去办住院手续 在那边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来 您去吧 医生 谢谢啊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做的 你开门啊 你开门啊 你等着 要我做你三十年的保护 行啊 你快开门啊 没事了 我们先回去吧 小语啊 别害怕 怎么 叔叔 莫莉妹妹行吗 帮我说声对不起 那懂事 放心 我一定带到 是个爷们 来 给我 六点棚 莫莉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莫莉妈妈 对不起啊 是我儿子打球的时候 不小心砸到了莫莉 你怎么看孩子的 莫莉人呢 莫莉人呢 天蓝 看 真是 没事 没事 你先走吧 先回去啊 小语 跟叔叔说再见 叔叔再见 拜拜 先走了啊 拜拜 对不起 不应该 你先走 我来 我 你 CG结果都出来了 大夫说没事 没伤到脑子里面 二百年不带孩子出去一次 出去一次就出事 我也没想脑成这样 你傻 孩子你看不住啊 打球嘛 没想到那球弹起来 你自己出去找一个砖头 你对着你自己脑袋试试 那板砖跟球能一样吗 板砖是硬的 这球是软的 我错了 我罪该万死 我就不该活着 这孩子还没醒呢 你别在这吵了 刚才那女的呢 是 什么女的 就刚才那女的呀 你不是说她儿子 把茉莉给砸伤的吗 走了 你让她走的 茉莉还没醒呢 我是让她走了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吗 不是故意的就行了 我女儿躺在床上 她儿子活蹦乱跳 跟没事的人一样 那你想怎么样 让 让人儿子也躺到这儿 陪着茉莉 你就高兴了 我不管 你把人给我找回来 差不多得了 不讲理 我让你给你女儿 讨个公道 我不讲理啊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是不是男人 你不知道啊 你看 队的 你的时候 你不认为 大选择了 正龚啊 看你 大选择了 饭已经做好了 赶紧回来吃吧 没啊 别等我们吃饭了啊 那个 我带他们在外头吃点 往外面的饭 马上吃啊 不行啊 不安全 不卫生 赶紧回家 快 刘莫利的家属 我们现在需要个查防 醒醒 我一会儿去啊 对了 别忘了戴病例 我知道 先生 这里是医院 静伤小声劲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谢谢 小萌 怎么 你说听吗 你这是在哪儿啊 我怎么听见好像又是医院 又有查堂的 你是哪儿啊你 行 我跟你直说吧 打球的时候那个 放在墨里头了 我带他到医院查一下 你说你这爸是怎么当的 怎么打个球就把孩子的头给撞了 不是 怎么样 要不要停啊 严不严重 不严重 大夫说了 观察一晚上明天就能出院 还有在医院待一晚上都住院了 还不严重呢 小萌 哪家医院 赶紧告诉我 我得去看看去 你可千万别过来啊 我医院陪他就行了 不行 不行 我得去看看去 赶紧告诉我 在哪家医院 姜天兰也在 什么 姜天兰也在 他怎么会在那儿啊 反正你别过来 那查房呢 我得过去一下 别这么着 展鹏 喂 喂 这孩子什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啊 小雨 吃饭吧 妈 我不是故意的 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莫莉妹妹是不会怪你的 那爸爸会生气吗 爸爸也不会生气 不过 如果你再不吃饭的话 妈妈就会生气 你愿意妈妈生气吗 那好 快去吃饭吧 来 来 喂 黑明秋 到家了吗 我到家了 带着小雨正准备吃饭呢 展鹏啊 茉莉怎么样了 没事 觉还没醒呢 没事 觉还没醒呢 我就承担一下小雨 我怕她心理上活不去 她没事吧 没事 对了 你一定带我跟莫莉的妈妈 说一声抱歉啊 她也不是冲你 她就是见了我就没好脸了 就算她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都是当妈妈的 我懂她的心情 行吧 医院里边你放心 有我呢 好 我先这样 挂了 快笑声点 帽莫莉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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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啦 头儿还疼不疼啊 妈 我爸要给我找后妈 我不要后妈 你爸要给你找后妈 是真的 他是为了要陪小语哥哥 打网球 才带我去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我 是不是有了后妈 我爸爸就不要我了 小 晓语哥哥是谁啊 就是那个后妈的儿子 他敢 他敢 妈 是不是因为我 你们才要离婚 我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妈 你们再跟我生个小弟弟吧 我一定会对他好 我不想感谢我爸 对别的孩子好 傻孩子 你想什么呢 我们离婚当然不是因为你了 爸爸很爱你 妈妈也很爱你 不会那么容易不要你的 你知道吗 妈 妈 你不许哭 不许想那么多 不许哭 小心 我要睡 睡一觉 一会儿睡醒了头就不疼了啊 不许胡思乱想 等你睡醒了 一会儿爸爸就来看你了 我不要见他 你不要让他来 我一看见他就睡起 我不想见他 不许哭了 不让他来 不让他进门 闭上眼睛 妈妈在这儿啊 什么都不怕 闭上眼睛 没哪儿 你 真是 你愿不着 我 承认我 我 看你 让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小西谷 不会吧 小董 你别吓唬我 那女的跟你什么关系 都是我的错 跟别人没关系 还没怎么样就护上了 怎么以前你妈欺负我的时候 你都没有护我 护得这么快呢 江天兰 就是论事啊 这尘骨子烂芝麻 别提了 再说了啊 我把女儿搁家 你说我不管 我带她出来玩 出了点意外 你就不依不饶的 你说意外懂吗 意料之外的事 那是因为你意料之中 根本就没有顾及到 茉莉的感受 算了 任远潘 以后你不用 再带女儿出去玩了 那不行 我该的还得带 而且我还得带的跟 跟什么 跟你未来儿子一块玩一块长大 江天兰你会说话吗 什么就未来儿子为儿子的 有这种说话的吗 茉莉根本就不会 什么不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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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江天兰 我告诉你 你要再 干吗呀 揍你 你谁呀你 你管我谁 我看你不顺眼神 你神经病 我救神经病怎么了 你干吗呀你 干吗你 干吗你 你别看 这是医院 你也知道这是医院 病房里如果是你女儿吧 差点就脑震荡了 你们还好意思 你这儿吵架了 脑震荡 你不是说没事吗 留脸膀 医生是跟我说没事的呀 你干吗去 我看我女儿 你心里要有女儿 你就别再刺激她 不是 你是 不是 这什么医院呢这是 莫莉 好点了吗 阿姨专门带小语来看 你也专程地给你赔礼道歉 莫莉 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 别人说对不起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没关系 我已经不疼了 莫莫莉 都别说对不起 莫莉 莫莉 你看 这是阿姨给你买的礼物 喜欢吗 小语妈妈 道歉莫莉已经收下了 礼物 谢谢 带回去吧 不用了 这样吧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茉莉的医药费由我来付 不用 钱流产鹏出就行了 他是茉莉的爸爸 茉莉 来 别玩了 吃苹果 那行 那我先走了 茉莉 阿姨要走了 临走之前 再郑重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着让你爸爸来找我 谢谢你的好意啊 茉莉有什么事情 我和她爸爸会解决的 好 好 那我告辞了 东西拿回去吧 展鹏 敏秋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茉莉 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 茉莉没事 没事 我就 我就放心了 是 是不是姜天兰没 没有 没事 没有 我就是感冒了 然后趴待的时间久了 传染给茉莉 感冒了 好 吃点药就好了 对 得多休息 如果刚才江天兰跟你说了什么轻了重了的 不要兴趣 没关系 他那个人能看出来都是个直性子 有什么说声 对 特直 这给茉莉买的吧 这给茉莉买的吧 要不这样你给我 我拿进去 算了 你拿回去也是麻烦 那以后有机会我亲自送给茉莉 也好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你回去吧 行 辛苦你了 没事 走了 好 你让那女的来的 你让那女的来的 别老内内的 人有名字 人叫杜敏秋 我管她叫什么秋 本来茉莉已经原谅你了 但就因为那女的来了 她现在又生气了 也不打算再理你了 人家来又又怎么了 人也是道歉来的吗 她哪知道茉莉还堵着气呢 她不知道你不知道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叫那女的过来 你觉得合适吗 给我叫了 我 这事我就是 我跟茉莉的事 我自然会跟她解释清楚 站住 干吗呀 你说干吗呀 话没说完呢 说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了 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不会在咱俩离婚之前吧 别胡说啊 我说我跟你提离婚 你想着不想就答应了呢 原来你早就吃着天鹅 想着蛤蟆呀 江天兰你 你真好意思把自己比作天鹅 我告诉你 就算你自己认为是天鹅 这摆在盘子里吃 还真不一定比蛤蟆好吃 没蛤蟆好吃你吃了去 你抱着我肯八年 别别扯进去了你八糟的 我告诉你 刘展鹏不是这种人 这种事我干得出来吗 你干不干得出来还真不一定 行 行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 那我就跟你说 我再婚的是迟早的事 而且莫莉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她要不接受呢 你逼她接受啊 那你现在就去告诉她去啊 你说那女的就是她的后妈 那砸伤她的就是她 义母不同父的兄弟 你跟她说去 我告诉你 刘展鹏 到时候你真别怪莫莉 不认你这个爸 personnage不认你 有点什么 你咆哟 感谢观看